一年一度的凱达格兰论坛 今年以线上方式登场聚焦亚太安全 总统蔡英文在开幕致辞时强调 台湾是促进印太区域和平繁荣的中间力量 愿意承担区域稳定的责任 因此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 希望与邻国和平共存 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产生的责任 台湾不走向军事对抗产生的责任 蔡总统也指出 虽然疫情肆虐下世界产生巨大变化 但也凸显台湾在民主 医疗以及半导体产业等领域 是理念相继国家不可或缺的伙伴 对台湾十分友好的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也以视讯连线跨海发表演说 谈到近期广受讨论的美国弃台论 克拉夫特是直接驳斥 更引用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话 如果失去福尔摩沙就等于失去太平洋 强调美国承诺的坚实 我看到这种不敬意的共产党党的口笔 《国际时代》的评论 在我们的承诺对台湾 因为阿富汗 我对他们的疑惑 我正在这里确保你 他们的错误 我正在这里确保你 我的信心 在美国的承诺对台湾的抗产 克拉夫特也直指 联合国体系第2758号决议 排除台湾参与相当不合理 希望各国能确实认知到台湾 在全球卫生及安全领域的重要性 我们刚才听到小英总统 至此的时候特别告诉大家 台湾可以成为促进区域和平 繁荣发展的中间力量 我们不会走向军事对抗 可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国防能量 当然也是要提升的 这个部分就要来请教瑞德哥 来看到的是中科院在屏东的九棚基地 这个飞弹试射是非常顺利的完成 赶快请教瑞德哥 对没错 那么事实上中科院连续好几天 大概都长达一个礼拜时间 几乎每天都在这个九棚基地 发射飞弹 那么试射飞弹 因为天宫三行的增程飞弹 事实上已经开始量产了 那他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 试射已经成功了 理论上不需要试射太多 但是雄二一增程 巡异飞弹 就是所谓的巡异飞弹 那巡异飞弹也已经小量的生产了 最有可能现在密集在试射的飞弹 各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呢 非常可能是我们所谓的雄二一增程之外 还有可能是超过射程 超过一千两百公里 甚至于到一千五百公里的疾风飞弹 疾风飞弹 那个疾就是皇天发疾 就是在皇宫直干戈尾尾射击的金吾尾 那个吕布听过吧 吕布那个武器 疾风飞弹 疾风飞弹就是保护国门的 那疾风飞弹它的射程 目前看起来会到一千两百公里 超过一千两百公里 到一千五百公里 它发射出来了以后 从台东一直台东屏东 这个九屏基地 往上打到宜兰来回 因为来回这样子 然后经过一段测试完毕以后 直接遥控按照装置 就把它给爆掉就对了 要测试看看它的功能等等 那么一千五百公里 是什么意思 各位 这个飞弹可以直接打到北京 我们过去台湾 那么自己研发的飞弹 最大的飞弹 那么我曾经看过在哪里 现在放在发廉加山基地 天马飞弹 是台湾 那么真正突破一千两百公里的 这个飞弹 像一辆车这么大 然后有十颗 但是当时很可惜 因为政策的改变 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生产了 云风飞弹跟天马飞弹是台湾 那么当时可以设成 超过一千公里的相关的飞弹 那后来我们现在 不是马上要拨两千亿的飞弹的 这个特别预算 因为很简单 你要比船舰 它现在包括动拐五的两栖运输 包括动五五的 那么万顿级的驱逐舰 可以媲美美国的神盾的驱逐舰 然后再加上它的航空母舰 你没有办法跟它比这个东西 那没办法比怎么样 我们就不退胜的作战 为什么呢 我就用飞弹跟你拼 就很简单 飞弹 我整个台湾是飞弹岛 你都听过说 说台湾的密度 这个是世界第二 仅低于以色列 事实上台湾的飞弹密度 已经高过以色列 是世界第一了 然后再加上现在 像今天 今天所揭露的是 包括所谓的海舰二飞弹 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相关的六艘的康定级 也就是拉法业舰 全部要换装最新的海舰二飞弹 它的射程超过50公里 这是防空飞弹 然后另外陀江舰 我们陀江舰就是 包括海巡署的安平舰 平常做海巡 那么战时的时候 立刻可以换装 一天的时间可以换装 16枚的雄二飞弹 跟雄三飞弹的这个陀江舰 在海军也有这样的陀江舰 现在这个月刚好下来 叫塔江舰 它多了舰二飞弹 舰二飞弹防空 有16枚的舰二飞弹 那全部加起来 将会生产200多枚的 大概224枚左右的 这个舰二飞弹等等 保护我们这些这个船舰就对 我们的相关的万箭弹 万箭弹本来连中共都存疑 你知道吗 我们整整比中共早了好几年 发明这个万箭弹 他们到去年才真正出来的 这个是类似我们的万箭弹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万箭弹现在有派驻在这个澎湖 那么IDF的战机攜带 射程是200公里 可是我们已经把它增程到400公里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 200公里是把广东跟对面的 胡建的机场跟塔台全部炸掉 400公里就可以推进到里面的江西了 所以必须让他们有些装备 有些这个指挥的地方 必须往后撤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观念 那虽然我们不求战 但我们要保护自己 你看看阿富汗就知道 那台湾跟阿富汗不一样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阿富汗你可以发现 美国事实上20年前 为了要修理这个 比如说盖达组织 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那么帮助他们 收留他们 所以攻打进去 可是20年来对美国来讲 这个地方没有战略价值 没有战略价值 去投注这么多钱 你看他们撤军的时候 留下了几百亿美金的 相关的重机枪 手榴弹 黑鹰直升机 飞机跟这些所有的武器 留了一大堆在那边 美军没有留下一样 超尖端的科技的武器在里面 但是你就知道 对他们来讲 未同绝辣 但是美国把阿富汗的手 打出去的时候 说回来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都承认了 就是为了对付中国 他虽然有加一个俄罗斯 事实上就是对付中国 所以你必须要先保护好自己 台湾要先能够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方式 就是一大堆飞弹 我们现在总共加起来 大概有12处的 本来以前最早 823炮战你都听过嘛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823炮战 台湾才有第一个 飞弹防御系统 叫胜利女神飞弹 我小时候有去看过阅兵啊 这只很大只 大概有七八公尺这么长 叫胜利女神飞弹 胜利女神飞弹的阵地呢 事实上在台湾 西部沿海 很多地方都已经废弃掉 废弃兵营 那么现在都在整理 整理了以后呢 就会变成防空飞弹的 防空飞弹的飞弹营啊 然后就设立相关的据点 我们现在包括淡水河 包括大安西的河口 都加设无人的机炮 二零机炮 下面概念 他们如果从淡水河 要突袭 要用这个一两百架的相关的 他们的武直实 武装运输直升机 在特种部队 然后进来总统府突袭 对不对 你的无人机炮 立刻在这个地方 对准它以后 马上把它给击落 包括空中的 包括海上都可以击落 所以事实上我们 都在做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准备 然后呢 那么不过 国民党竟然有立法委员说 我们的国防预算 好像太高 不高 我还嫌太少 你知道吗 能买的多买 该买的多买 趁现在 当然美国人 不是真正对你的友谊 这么重视 他还是因为你的战略地位 我们那个好朋友 前联合国 美国做联合国大使 他讲的最对 为什么 台湾就是第一岛链 里面的是什么呢 如果台湾沦陷了 我告诉你 中共就不需要什么南海舰队了 中共就会直接成立一个叫太平洋舰队 因为台湾这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我们的苏澳港 跟我们的花林港 就会成为中共瞄准太平洋 直接出去的潜艇 跟这些所谓的航空母舰的母港 然后呢 所有的飞弹 就直接对准 关岛 对准美国本土 然后所有的空军 就这样子就直接出去了 对美国来讲 他丢掉的不是台湾 他丢掉的是整个太平洋 跟国际战略地位 所以美国不能丢掉台湾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才要对你好 当然跟阿富汗不一样 我们阿富汗是靠美国人给军饷 对不对 我们要靠自己 我们连武器都要自己买 都要自己拿植干戈椅位设计嘛 所以呢 不要小看自己的国家 我看到听到很多好朋友 很多年轻人都说 当他们在那边污蔑 有一些人在外面说 年轻人不当兵的时候 很多人看了这些 新尖端的武器进来 就会有想当兵的欲望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我们在美国 那么多年轻人要去当美军 因为很简单 他们认为当美军 是一种荣耀 很简单 当有荣耀以后 有光荣以后 他们才愿意去保卫自己的国家 那千万不要去听信 那些人说 只要投降就OK 看看对岸 看看对岸 最近连玩个网路游戏 都只有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 晚一个小时 这什么国家 然后存款超过十万块 要领出来 听过党的同意 那我还要钱呢 各位 我再跟你报一个料 台湾人的台胞证 最近受到疫情影响 如果你不愿意过去 你预期了 你在中国里面 银行的存款全部冻结 你知道吗 那我还要钱呢 你的钱 不好意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字典里面 只有党 没有你个人的意念 好真的 旁边住一个派出兵 所以我们的这个军事力量 当然是要不断的提升 可是小英总统多次的强调 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的挑衅 我们不走军事对抗 而且是前阵子 国民党一直在吵 什么美国弃台论 等等的这样子 怀疑美国的说法 昨天在这场论坛当中 这个克拉夫特 也就是美国前助联大使 也郑重駁斥了 我们稍后回来 再继续来讨论 有请一面